安大略省若克區沒有接種疫苗人士感染新冠患者數量近期明顯出現上升 若克區醫療主任傅爾吉表示不少年輕感染者是由家人傳染所得 而最近出現的病例數量和出現第一波疫情時所經歷的情況十分相似 傅爾吉介紹說過去一個星期63%的患者是29歲以下的人士 沒有接種疫苗兒童和青少年受到的影響特別嚴重 最近審查了238個病例其中44個病例是12歲以下兒童 他們仍然沒有資格接種疫苗 當中大部分患者是通過同家人的接觸感染新冠病毒 而更多40歲以上沒有接種疫苗的患者需要進入深切治療病房 安省醫院協會也發出警告說第四波疫情後的主要病例來自未接種疫苗人士 另外安省註冊日託中心確診的個案近期也激增 Delta變種病毒傳到未接種者中的速度較預期之中快 安省日託中心內今年4月單日最高新增加121例 到7月時跌到4例但最近回升到11例 加拿大新增確診病例一度減少 但多個人口較多的省份近日錄得的新增個案有上升趨勢 加拿大公眾服務局上星期錄得的新增病例數字上升43% 不過隨著疫苗接種率高新增死亡個案仍然遠低於疫情初期 加拿大公眾服務局7月最後一個星期每日收到的死亡個案少於10宗 這個數字遠低於4月中旬的高峰值 針對目前的疫情狀況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魁奧圖爾表示 變種病毒導致多省疫情反彈 他最擔心的是第四波疫情可能爆發 現在不是觸發大選的合適時機 聯邦政府應該以國民健康和經濟保障為先 向遭受疫情重創的行業 例如旅遊業提供支援 新民主黨黨領早面成也說 新增確診病例回升 情況令人擔憂 而總理應該就觸發大選的問題謹慎行事 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民意追蹤顯示 目前執政聯邦自由黨在全國的支持度明顯領先各國反對黨 安大略省的約克區沒有接種疫苗人士感染 新冠患者數量近期出現明顯上升 約克區醫療主任庫爾吉表示 不少年輕感染者是由家人傳染所得 而最近出現的病例數量與出現第一波疫情時所經歷的情況十分相似 庫爾吉介紹說過去一周63%的患者是29歲以下人士 沒有接種疫苗兒童和青少年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 最近審查了238個病例 其中44個病例是12歲以下兒童 他們仍然沒有資格接種疫苗 當中大部分患者是通過與家人的接觸感染新冠病毒 而更多40歲以上沒有接種疫苗的患者 需要進入深切治療病房 安省醫院協會也發出警告稱 第四波疫情後的主要病例來自未接種疫苗人士 此外安省註冊日託中心確診個案數目近期也激增 德爾塔變種病毒傳到未接種者中的速度較預期中更快 安省日託中心內今年4月單日最高增121例 到4月時跌至4例 但最近回升至11例 加拿大新增確診病例一度減少 但多個人口較多的省份近日露得的新增個案有上升趨勢 加拿大公眾服務局上周錄得的新增病例數字上升43% 不過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 新增死亡個案仍遠低於疫情初期 加拿大公眾服務局7月最後一週每天收到的死亡個案少於10宗 這一數字遠低於4月中旬的高峰值 針對目前的疫情現狀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魁奧圖爾表示 變種病毒導致多省疫情反彈 他最擔心的是第四波疫情可能爆發 現在不是出發大選的合適時機 聯邦政府應以國民健康和經濟保障為先 向遭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如旅遊業提供支援 新民主黨黨領曲緬成也稱新增確診病例回升情況令人困擾 而總理應就出發大選的問題謹慎行事 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民意追蹤顯示 目前執政聯邦自由黨在全國的支持度明顯領先各反對黨 新增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